中美貿易戰的新一聯談判結束了 美國代表團回到美國 可以說是沒有任何實質成果 現在說出來的事都是相當空泛的 第一是會朝著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諒解備忘錄這個方向去走 究竟有什麼實質的內容在裡面呢 似乎分歧大於共識 所謂的共識現在透露出來 中國將會買更多美國的產品 包括農產品 包括工業產品 能源產品 以減輕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赤字 這是最實質的 傳出來的消息 所謂的成果 但其他所有美國提出的要求 似乎中國都是無一 有一個渠體的回應 或者是答應的 包括知識產權的問題 盜竊美國商業機密的問題 強制技術轉移的問題 包括市場轉入的問題等等 全部都沒有任何實質的進展 可能會有些微目 譬如中國在立法機關 人大提出了有關法案 就好像說禁止中國用行政手段 強制外資企業的技術轉移 但問題就是 究竟那個定義是怎樣呢 到現在都沒有實質的內容透露出來 另外兩件事更難達成共識的 第二個就是如何執行這個協議 如果即使有協議的話 是不是需要有一個所謂懲罰機制 我從來沒有聽到有任何的報導 說這個共識有機會達成 另一個更難中國會同意的 就是關於中國企業 或者經濟結構的問題 中國作為一個他們聲稱的社會主義國家 其實是所謂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 究竟對國有企業進行補貼 在美國的角度來說 這就是所謂的不公平貿易 或者貿易不履的一個最重要的 他們要消除的問題 但是國際之間 大家如何定義補貼呢 在中國作為補貼國有企業 是他們國家的 中國人民共和國的立國資本 他們聲稱是社會主義國家 立國資本的話 會不會在這個問題上 中國一定是堅拒讓步的呢 所以我自己 從這個分析 就是除非特朗普的團隊 或者特朗普本人 對這個問題 自我退卻 完全是 不要求中國做這件事 否則 我看中美之間能夠達成共識 能夠簽一個 雙方都滿意的協議 機會是非常小的 在《金融時報》 有一篇值得看的文章 就是關於 他們怎樣分析 這些外國人是怎樣分析 中國在貿易談判裏面的紅線 這條紅線 所謂紅線的意思就是 這條紅線 是不能過得的 新一輪談判 或者新一輪的反制關稅的措施 其實會不會 有機會 會出現呢 會有機會 會成為 這個事實呢 很多人都會關注 但是第一件事 這篇文章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 其實 要看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 美國的總統 今天的美國總統 會看一百年前的一個民主黨人 他的前任 威爾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和平協議上簽了指 這個協議就是 將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 分給日本 大家都知道 不還給中國當局 這件事 在中國的學生裡面引起非常大的激憤 於是發起了 歷史上稱為的 五四運動 外抗強權內除國賊 抗議列強 將中國的領土 私相仇仇 對於和平協議 他們應該認為 當時的中國政府不應該去接受 這個五四運動 大家都知道 如果看歷史 就是孕育了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成立 亦是所謂革命的外國主義的開始 今年就是五四運動的一百周年 而且 今年十月就是 中共取得政權的 七十周年 我們看到 1919和1949年 這兩個日子 對中國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 是至關重要的 美國的團隊 美國的談判團隊 包括特朗普總統 在內受美國的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的影響非常大 他正在爭辯的 中國需要一個結構性改革 其實整個意念是來自萊特希澤 這個鷹派 他至關重要的結構性改革 其實是一件事 對國營企業的 大量補貼 在說 懲罰性關稅為何要搞這麼多 萊特希澤一直都要求中國 在他的經濟上 有一個結構性改革 如果沒有結構性改革的話 特朗普也是這樣說的 這個問題沒有滿意的解決辦法 就不會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 OK 但這個所謂 結構性改革 特朗普和他的團隊認為 不公平貿易的行為 是來自什麼呢 一個很關鍵的來自 中國用國家的力量 對他底下的企業 進行大量補貼 於是令到不僅是貿易赤字 大增 而且造成所謂的不公平競爭 在國際上也好 在其他國家 當中國的補貼 對國有企業有大量補貼的時候 自然產品的成本就會低 所以競爭力就會大 華為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在世界上幾乎 很多國家因為價廉 而且密尾 社會服務也好 所以達到非常強大的競爭力 所以佔有市場 份額相當多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覺得這種不公平的競爭行為 正正就是中美貿易之間 最重要的結構性問題 是需要大幅去改變的問題 但是在北京的角度來說 現在說的是100年前 五四運動 和70年前中共取得中國的政權 這兩點 對於中國來說 都覺得很重要 第一 列強對中國的壓迫 是應該不再回來的 一去不復反的 在中美貿易戰掀起的時候 中國也是用大量的篇幅 去宣揚民族主義 或者民粹主義的情緒 要抵制美國 或者抗議美國 不要讓中國 重新回到100年前 前受列強欺凌的時代 而70年前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 其中一點 對中國經濟最重要的 到今天來說最重要的措施 就是對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 所以中美貿易戰 這篇 FT 金融時報的分析文章 正正這兩件事 也是中國政府的紅線 現在中國政府 將中美貿易戰 美國提出的要求 當然 跟以前 五四運動的年代 所謂反對列強 或者反對帝國主義的欺凌 那種宣傳的口徑 對今天來說 今天比較淡化了很多 但是核心沒有改變 它視為 將美國現在這種做法 是當年 帝國主義對中國欺凌的延續 而且美國提出的要求 要取消或者減少對國有企業的補貼 正正他認為帝國主義 要用這個手段 去破壞中國的經濟 而且是壓制中國的崛起和發展 是一個他認為是很不得的手段 其實整件事 如果這篇文章分析 這件事 正正中國為何如此抵制 或者對美國的貿易戰做法 反感如此大 亦用民族主義牽動了整個國家的情緒 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 這個威脅 要求更大的威脅 要求中國政府不再保護大型國企 使他們免受外資 和私營企業的競爭 以及停止重點領域 向中國企業 提供 扭曲市場補貼 和其他形式的政府資助 在這方面 《金融時報》這篇文章說 他做讓步面臨很大的限制 最近習近平在省級領導幹部 的講話 即是說國際形勢 外部環境 他說某些敵對勢力 是決心破壞中國的穩定 根據中國的反弄斷法 其實他也有一個反弄斷法 他說當國家的壟斷適合 符合公眾利益的時候 他們認為 對這些龍頭企業的支持是必須的 特別是當中國最成功的科技公司 譬如華為 成為帝國主義針對對象的時候 中國更要走出來 去支持他 無論在政治上 無論在資本上的支持 也是很重要的 對於習近平來說 這篇文章說 如果在這些問題上 向美帝國主義屈服的話 並同意之後 其中一點就是 所謂的審查 遵守這個協議 進行審查的話 就會違背當年五四運動時的學生 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欺凌的精神 這是《金融時報》 這篇文章分析的 最核心觀點 他會看中國為何在這些問題上 決心不讓步 原因就是他們認為 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 這幾個問題 帝國主義的問題 帝國主義對中國欺凌的問題 補貼國人企業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 都是 中共的立國資本 如果這兩個問題動搖的話 習近平 地位可能會不保 中國人民也不會 在這個問題上 不會繼續支持中國共產黨 他們會覺得 你和當年的 五四運動年代的政府 對帝國主義軟弱的態度 沒有大分別 當然黨內的反對力量 也會對 習近平在這兩個問題上步的話 對習近平提出很多質疑 甚至動搖他的權力 有一個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 負責人是這麼說的 他說 省領導就防範風險 舉行了這場研討會 習近平發出一個訊號 準備好迎接困難的時期 因為中國是不會改變的 而且沒有人能夠強迫他改變的 美國人和其他人想要他改變 不是中國認為自己需要改變的 這篇文章分析 跟中國所有高級領導人一樣 習近平認為 在七十年前 1949年拿到勝利的一刻 是中國終結了 結束 在外國侵略掌控下的百年國恥 最終拿回自己命運控制權的一刻 也是當年的威爾遜和一戰的其他勝利國 在凡以賽 拒絕給中國 這就是從歷史的角度去分析 我某程度同意 這是中共的立國資本 他在這裡動搖 放鬆的話 其實 在中國人來說 是很難接受的 或者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大家也可能會有一個 疑問 不是吧 當年 中國 跟沙俄 簽了很多 各樣 國土的一些條款 到中共執政的時候 很多領導人 最後跟蘇聯也好 跟解體了的蘇聯變成俄羅斯也好 都繼續 簽一些 承認當年 雕失國土的一些條約 這樣不是 一樣是出賣國土 一樣是喪權欲國嗎 為何中國人民沒有反應 這樣 你也有這樣的分析 有趣的地方就是這裡 究竟 中共是對於 保護著 保衛著中國 的領土完整 他認為是比較重要的 還是 保衛中共繼續執政 認為是比較重要的呢 大家也可能不用爭議 很快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中共寧願丟失國土 都要保住中共自己的權位 中共執政的權位 如果分析這件事 就相當簡單 因為 中共吊失了 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到今天 已經是 不短的日子了 但是 中國人民的反應 可能他們不知情 可能他們覺得 偏遠的地方 未必一定是 很重要 又或者他覺得 現在國家 發展得不錯 即使那些國土 吊失了也好 對他們來說 影響也不是很大 於是 似乎在 強權的 鎮壓下 大家都沒有什麼聲音 所以吊失國土對中共政權 是不會出現有 絲毫的動搖 你夠膽出聲 可能會移動你 這次的中美貿易戰 重點不是在國土的問題上 重點是 你不再補貼 國營企業 不再被美國簽協議後 進去檢查 你有沒有遵守協議的內容 對於中共來說 這是很實質的事 大家都知道 中共到今天仍然可以繼續 有一個堅實的執政基礎 其實 國企 國企 能夠生金蛋的我 能夠繼續為他賺錢 能夠繼續保住 他的權力 是產生一個 非常非常關鍵 還有重要的作用 如果他不補貼這些國旗 不用老百姓的血案錢 去補貼這些國旗 他整個黨 的權力就會受到動搖 簡單地說 他不是親愛國旗 他不是開國旗 也不是覺得 所謂社會主義 或者國家資本主義 對他來說 是一個 就是一個命根 很重要的象徵 而沒有了他 他就會覺得好像沒有了神主派 神主派對你來說不重要 但是這個國企繼續為他生金蛋 用老百姓的錢繼續為他生金蛋 這對於中共的統戰 是至關重要 所以你就會看到 在中美貿易戰這個問題上 當美國提出 應內大希澤的要求 他認為這是最關鍵的 去提出 中共 要 一步一步削弱 削減他們對國企的支持 對於習近平來說 對於中共來說 也是中共上下的共識 是不能動搖的共識 因為要保住中共的經濟命脈 黨的經濟命脈 不是國家的經濟命脈 保住黨的經濟命脈 這是至關重要的 他怎麼會放手 怎麼會動搖呢 所以得到結論 如果要達到美國 或者中國雙方都滿意的協議 除非 習近平下令 來大希澤在這個問題上 全面退讓 否則 達成協議的機會 我認為是相當渺望的 除非 除非 如果即使不是退讓 除非 特朗普 是用一個非常強硬的手段 你不退讓的話 他可以用其他方法 打到你 即是落花流稅 頭破血流 方法就是很簡單 對不起 這個3月1日 死線 是 不會再退讓的 由3月1日後 將關稅 2000億貨品的關稅 甚至更多的關稅 由10% 加到25% 對中國 對美國來說 也是很傷的 對美國經濟 可能會構成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特別在股票市場 如果特朗普 能夠採取一個極強硬的措施 關稅加到25% 而令中國經濟受到內傷 甚至外傷 真的會咬幾筒血的情況下 也會動搖 中共統治的根機 你強硬不起例 除非是這樣 打出七雙權 其實在中美貿易戰一年前 已經開始講這個問題 貿易戰一定是七雙權 你殺敵一千 你可能會自傷八百 問題就是 你能不能夠有 你的 底部有多深厚 有沒有實力 即使自傷八百也好 對方一千一千這樣減 最後 大家倒下 誰先起身 然後繼續 去打對方 如果美國 自己衡量過 用加關稅的方法 雖然自己也會很傷 但是令對方更傷的情況下 可能會有機會 贏得這場貿易戰 否則 我覺得 如果我用頭籤 引述金融時報的分析 這就是 中共不能夠過的紅線 我相信 最後 能夠達成雙方滿意協議的機會 極小極小 這樣 特朗普會不會白白放過這個機會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白宮的幕僚 打這場貿易戰的時候 他們的眼光不只是擺在貿易戰的問題上 大家都知道 是說中美誰做霸主的問題 貿易只是其中一環 我認為是相當的 頭盤 開胃賽 主賽也未出現 如果在這個頭盤 打得不夠好 主賽能不能夠 及時拿出來 令對方沒有還手之力 這一點就是關鍵 下星期 中方的代表團 又會飛去美國 再談新一年的談判 究竟 會有什麼成果呢 現在的形勢 其實也是 特朗普的一念之間 深藉口快兩周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到數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你用 八達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都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劃線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 我都可以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號碼 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周年